一轮 一轮 下班回来了 买菜去了 来 给我吧 等会儿 儿子 刚才啊 我看你们技术科小刘了 他跟我说你们今天发技都假了 妈 你消息够灵通的 一千 真的 儿子 你这钱 千万别给小曼 也别告诉他 明白不明白 妈 这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没点私房钱 你花起来多不方便啊 每次你说你要用钱的时候 每次你用钱的时候 你还得陪着笑脸跟小曼要 好 他真成了老佛爷 你真成了奴才似的 妈 我们两口子不是开玩笑的吗 你说哪回我跟小曼要钱 他不是 媳妇儿 来点钱花 啪 拍到手里多痛啊 那我不管 发生长头说写着只交工资 没有说要交奖金啊 你要是我王喜珍的儿 你就有点出去 怎么着 你不知道 妈看你宠媳妇儿宠得 一点原则都没有 看着我 我这心里都窝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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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上火了啊 你也别唠叨了 我扣了这钱 我不给的了 行 回家吧 回家 老公 我昨天采访了一个新闻 特别有意思 那男的想背着他老婆存私房钱 他又不知道藏哪儿 在家里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最后决定 藏在那个墙里 把墙挖了一个大窟窿 后来你们才怎么着 隔壁赶上装修 光当一篮头 把墙给敲楼了 那钱啊 直接砸到老婆头上了 是啊 还有这种事呢 怎么了妈 强着我呢 慢点儿 没事 没事 吃你的饭 喝点汤 没事 还有一更搞笑的 今天我采访的 他把四分钱藏哪儿 藏那些废秀的书里 结果没想到 他老婆看那书没用 全给卖了 好不来两口子为这事 打得头破血流 他还进医院了呢 那医药费啊最后花的 都比他藏的那私房钱多 你说好笑不好笑 好笑 小曼呢 这记者工作的还真有意思啊 那连存私房钱的人 都采访报道 采访啊 小曼 你什么 你给那个人吃饭别说话 他把我就呛上了 老话说 吃不言 寝不语 好 没事没事妈 爷爷你知道吗 最有意思还在后头了 这两个藏私房钱男人 还为自己辩护 他说哪个结了婚的男人 不给自己藏点私房钱 就连里记者你老公 也不可能罢全 全部钱交给你 也得背着你藏私房钱 肯定自己得 节留那么一小部分 搞个小金库什么的 小伯 小伯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合了 对对对 可是我跟他也不认识啊 他为什么调伯我跟一个 他那个什么 那就不是你奶奶意思是说什么呢 你别看人家得病 你也吃药了 对 来 吃菜 给我菜凉了 对 吃吧 不过老公 你是绝对不会背着我藏私房钱的 我 我 我 当然了 我每回发工资 我不是如数上交国库啊 是不是 我老是认识我怎么可能藏私房钱呢 我相信你 吃饭吧 嗯 你也吃 嗯 六七八九十 小乐子 啊 啊 就这一千 没别的了 没别的了 就这一千块钱 还是我们单位同志共同斗争的结果呢 嗯 真是山穷水尽一无钱 柳暗花明又一千呢 啊 哎呀 老婆爷 您别这么盯着我 我渗透啊 我说嘛 今天我不过随口讲了几个采访中有意思的小故事 你妈和你奶奶至于这么敏感吗 你原来是不是打算不告诉我呀 没有啊 这大能啊 想多了 老公 啊 你不会觉得我把你管得太严了吧 那管得严是一种幸福啊 那小乐子坚决服从老夫爷领导 真的 真的 其实吧 我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嗯 你有什么钱呢都交给我 我帮你管着 你要用随时找我拿 对不对 但是你千万不能背着我藏私房钱 你得明白 我明白 当然了 一二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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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 你不能 臭小子 妈 我这不是为了家庭和谐 稳定压倒一切吗 你呀 你没出息 真的你太没出息了 妈 您这时候不说 悠真棒 是我王熙珍的儿 哎呀 你现在是书千金的儿 说的对 书千金的儿 胆小 私房钱都不敢存 你喘呢 那我爷爷一辈子都没存过一分钱私房钱 那不是更没出息更大小 不是奶奶奶奶奶奶 您看啊 您是当过婆婆的人 您也是当过儿媳妇的人 当媳妇的时候就觉得 必须给媳妇看着 当婆婆的时候就觉得 儿子这钱必须给老妈看着 那您说我呢 那我这又当儿子又当老公怎么办 我惨了 左右为男里外不是人哪 你这小嘴 哎呀哎呀哎呀 疼疼疼疼疼疼 不是不是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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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左右为男的事 你看 我躺在那儿 没有钱也得吃完饭 你的猪金房 我的老板娘 滚模样 哎呀 多少回呀妈多少 哎呀我的天 哎呀 这么多回呀 朝天也不惨也不惜呀 这一家人家也真够 哎呀 羽毛哎 小羽毛 春天到了 稀里里的小雨 花花下个不停 哎呀 这什么个交战这个 这个霉台这人这可真行哎 嗨 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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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老头子 藏着四分钱呢 孙小福 哎呀 哎呀 慧琼 慧琼 听我的 哎呀 慧琼 我求求你 慧琼 慧琼 啊 干嘛 不就十块钱吗 至于把奶奶气成这样 哎呀 还能把您赶出来 不让您在屋里睡觉了 哎呀 你也别那么说 你忘了你上中学的时候 我就藏了点私房钱 也就有点烟钱 让你妈过个单位去睡好一天 让你妈过个单位去睡好一天 哎呀 哎呀 你们不知道 这个笔记本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 啊 啊 笔记本就藏着十块钱 也四十年了 啊 啊 当时的钱之前 啊 当时的十块钱 并现在的一百块钱花 所以 四十年过去了 那钱也贬值了 啊 你奶奶心疼 我也理解 我爷 那十块钱真是您四十年前藏到笔记本里的私房钱啊 啊 啊 为了这十块钱 我可费了老劲了 啊 就是买根黄瓜 我都跑遍全县城的菜市场 啊 买最低价 回来呢 报最高价 为的是从中得个一分半厘的 啊 等到周末的时候 我主动要求搞家务 为啥呢 为的是 从咱们家的鸡脚杆里 哎 再捡他个一分半厘的 哎 从你奶奶的衣服 兜兜里面 再捡他个一分半厘的 你 哎 哎 太惨了 哎哟 哎哟 妈呀 您这怎么了 嘖 怎么越活越小了 你说你跟爸赌什么气啊 你看天儿 越来越凉了 爸睡在外面沙发上 回头感冒了 你又敢着急 行了行了 你别像了你跟我说话了 啊 我对他弄好我跟你说 你他骗我 你个大骗子 奶奶 这爷爷啊 肯定不是想藏私放钱 那他肯定是放那笔记本 给忘了 像我这马大哈 我经常干这种事 小妈啊 你不明白 真的 那十块钱哪 那就是当年那个时候 我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呀 这么大个数字他能忘了 哎呀 那是不可能的 真的 他藏的就是私房钱 不在于钱多少 就说是你做丈夫的 好男人啊 就不应该背着老婆藏私房钱 嘿嘿 奶奶 您这句话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一个好男人 怎么能背着老婆存私房钱呢 那不见得 一个男人不藏私房钱 怎么应付他老妈 如果他老妈背着自己的儿媳妇 跟自己的儿子要这要那 儿子只能背着媳妇 藏在私房钱 对不对 妈 您这句话 我也举双手双脚赞成 好多男人藏私房钱 那都是被他老妈给逼的 不 不对 妈 不对 是不是 藏私房钱吧 这男孩子吧 不是被老妈逼的 不是老妈 不是老妈 不是老妈逼的 不是 不是 是媳妇 老妈花儿子的钱 那是天经地义的 应该的 是不是 对应该的 你儿媳妇 你非把这个钱 不给别人花 是不是 你老妈用的 那是天经地义的吗 对天经地义的 绝对的对 所以说儿子吧 就只好藏私房钱 是吧 这就叫 逼良未到 对对 又妈你说的真实 逼良未到吧 对对特别对 你知道吗妈 你说的太对了 是不是 这一个男人藏不藏 这个私房钱呢 我觉得关键的 看这个媳妇 她贤惠不贤惠 对对对 是吧 那当然咱们一乐 她不用藏私房钱了 对对对 咱小麦你说 多聪明啊 又大方 是吧 又体贴 贤惠 这没错 一乐说要钱了 那小麦肯定给钱 不练习啊 是不是啊 老妈 不是你这是笑呢吗 笑什么呢 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我一说你们又生气了 不别别说吧 让我们不生气 不 不生气 不生气啊 真不生什么气啊 那我可说了 是 其实吧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 不对 怎么不对啊 对啊 第一 爷爷存私房钱 不能归咎为奶奶您 不体贴不大方 第二 我爸存私房钱 也不能怪您不贤惠 你们这么不实事求是的 展开自我批评 我坚决不同意 所以我要向你们学习 对一乐 嗯 严格控制 你们说是不是 是不是 噓 噓 噓 呦 怎么了妈 噓 噓 喝点水吧 不是奶奶那 奶奶那有洁癖 哎呦 哎呀真没想到啊 奶奶对您可真够严厉 何止你奶奶呀 你妈妈跟你奶奶也差不多呀 做男人难哪 做一个已婚的好男人就更难了 对呀 做一个已婚的 又藏私房钱的好男人 真是难上加难 对 所以我聪明 你看我就不藏私房钱 我也不用提心吊胆呢 也没这事 小乐 你可别说大话啊 我看你早晚也得藏私房钱 你爷爷说的对 哪个已婚男人不藏私房钱呢 你说跟三朋友四友 打点小牌呀 喝点小酒啊 那身手还老不要钱多没面子 对呀 我这人记性就是差呀 你看 一会儿啊 就四十年过去了 那我这十块钱藏在哪儿 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结果还是想你奶奶 一下子给逮住了 你说你一辈子 都没让我妈逮着过 嗯 你这回呀 是天亮了撒泡尿 晚节肚包啊 我最近啊 在做一个主题是关于藏私房钱的 我就在那个报上啊 征集这个藏私房钱的招数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吓一跳 那些招数真是千奇百怪 层出不穷 真的啊 那都有什么招数 哎 给我我们讲讲 这第一招 如果是现金 老公直接干脆交给老婆 就说是某某朋友的私房钱 不敢往家带 悄悄地教他保管 等到他自己要用钱的时候 就理直气壮地跟老婆要 就说是朋友要用钱 哎呀这个人够狡猾子了 还有呢 还有第二招 也是现金 嗯 冬天藏在老婆夏天的衣服里 夏天藏在老婆冬天的衣服里 这老婆啊 经常会偷偷翻老公的衣服 但绝对想不到翻自己的衣服 嗯 那那就是那个万一 万一老婆要给他翻着了呢 怎么办 就有一个老姑 嗯 她在放钱的时候 在那钱里塞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老婆 这是我给你的惊喜 拿去买你最爱的礼物吧 这老婆发现了 那怎么会怪老公呢 觉得老公太浪漫了 呦 呦呦呦呦 不是 怎么这么高明啊 啊 高明呢还在后头 还有这第三招 嗯第三招是 如果是大量的现金 老公呢就以老婆的名义存进银行 嗯嗯 立马设置为老婆的生日 啊 藏在老婆的旧衣服里 啊 就算被老婆发现 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 说是老婆自己忘了 老婆到时候肯定晕了呀 啊 这老公就安全了 哇 你说 哎呦 现在这男人怎么 对付自己老婆的办法 那么一套一套的呢 是啊 不过我们家依乐 就不会背着我藏私房钱了 因为她知道啊 这些招数我都知道了 她就不用白费功夫了 哎呀 咱们记者呀 哈哈 嫁给了咱们依乐 哈哈 你这当婆婆的 可就费脑筋了 啊 不是 我 妈 哎爷爷 您就别着急了啊 这不我妈和小伴都劝奶奶去了吗 一会儿劝好了消了气 肯定的一把您请回去 对 你不重来了吗 哎 哎 爸 没事了 回去睡吧 你不是哄我呀 我哄您干嘛呀 我妈没事 哎呀 小乐你们也去吧 我都睡睡睡 小乐你们也去吧 我都睡睡睡 那个你们也回去睡觉吧 啊 好 好好好去吧回去吧 哈哈 好好好去吧回去吧 哈哈哈 回去 干嘛是啊 你 你坐下 说天天 我记得好像是十年以前 对十年以前 就是 你交给我一千块钱 说是你的好朋友老孙 既放在我这儿的私房间 有这么个事吗 是吗 十年前 有这么个事啊 对啊 想起来了是吧 我又想问你啊 这钱呢 到底是老孙的 还是你的私房间 是啊 你的钱呢 嗯 老 老孙 和我的 你想 时间太长了 根本记不起来 那十年前那是 别 别 别圆了 不是 十年前 可说实话 是啊 是 十年前那个 我老孙 是我的 是我的吗 你 你 你不跟说实话是吧 没关系 你不说实话明天我找老孙核实去 别别别别 找什么老孙核什么实啊 我不核实 你不知道他们两个我现在闹矛盾啊 他们闹矛盾跟我没关系 啊 跟我没关系 你跟我说实话这钱到底是谁的 我听你说 不是 你都十年前这脑子全忘了 你这谁能记走那么长这件事啊 我记得 是吗 好像是老孙的吧 到底是谁的 你说清楚 冯爷 你今天心情是出奇的好啊 百年不遇啊 那当然 我自从嫁进你们家就一直在受气 可今天 我总算舒坦一回了 哎 你看你看还笑 你笑什么呢 不是你告诉我 你笑什么 我 你这孩子笑不问你 你不认为救我 我认为你救病 妈你干嘛呀 那个我那什么 我整理整理柜子 你上个半夜的 你整理她干啥呀 再说这都是过季的衣服 你救她干嘛呀 我就是整理过季的衣服 哎 呦 钱真多哎 好啊 还真有钱哪啊 这输钱尽啊 好啊 小麦 妈真得谢谢你 真的幸亏你 幸亏你提醒了 你说你爸的人看着多老实啊 这不跟其他男人一样吗 你说多狡猾啊 这么多钱 啊 你提醒我妈什么了 你提醒我妈什么了 我不认为我 你说这里怎么会有钱呢 怎么唐战盘人家咱没发现呢 你才迷你 不是 习战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跟你 不是 你别生气 你听我跟你说 你看到没 你听我跟你解释吧 你 老公 我真不是故意要和你妈斗嘴 我也就是一时任性 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错哪儿了 嗯 错在 错在 我 我 我 错在你不尊重我妈 嗯 我妈是脾气不好 是爱唠叨 对 可她毕竟是你的婆婆 没错 我该说什么了 嗯 我也不知道 摆正自己的位置 对对对 我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就像我对你妈似的 我脾气也不好 我也爱急 那我在你妈面前 是不是老老实实的 对 以后我不跟你妈斗嘴了 以后我有什么气 我都找你仨好不好 找 找我仨也没有问题 男人嘛 哪个男人这辈子不受点气 是不是 还能受不了老婆老妈的家本气 关键你得信任我 我没有不信任你啊 还说 哪儿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会背着你藏私房钱 是不是 嗯 你还找我妈老拍着那私房钱的事干嘛 你这不没事找事吗 对 还有 嗯 你平时是受点小委屈 你受点小委屈 你别跟我妈跟我奶奶顶着干哪 对 你告诉我 嗯 你得相信你老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忘了你有能力 明白了 明白了 老公 你一生气就不帅了 真的 笑一个 笑一个 还有啊老婆 那个 这 每个月的零花钱是不是该给我长长了 嗯 二百五 你说多难听啊 跟谁说合适啊 嗯 是不是 咱是不是也找一个 溜溜大顺的 嗯 八喜临门呢 对 好啊淑姨了 你刚才一阵言辞的跟我说了半天 就是为了你谋私利做铺垫啊 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咱们得互相信任 那你也得信任我 对不对 信任你什么呀 哎 哎 哎 甚至你 重新让我掌握经济自主权哪 经济自主权在这儿呢 我们既要提倡大力的发展经济 也要严厉地打击经济犯罪 所以你那溜溜大顺什么的 你就甭想了 因为什么都是浮云 你来了 我就不该对你这资本家 抱有任何幻想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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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别再跟我妈 刷小兴子了行吗 嗯 你自打进门以后 我为了当好这个消防员 我的小兴子都收了 你要是再不体谅我 我就该住沙发去 去呀 谁没拦着你啊 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那三条腿的男人买到街都是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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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打折上棍 怎么了 看我怎么收起你这条小的蛤蟆 老公错了错了错了不敢了 真不敢了 这回真不敢了 这回真不敢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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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 李大记者 这心情不错嘛 自打从你婆婆手里 抢回了残政大权 你这心情每天都跟花儿似的啊 那是 咱俩彼此彼此嘛 自从上次你打赢你婆婆大人那一仗之后 你的气色也不错 是吗 对了 刚刚去朔花市取资料 順便給你拿的 謝了 這誰寄的 怎麼沒有寄見人的地址 和姓名啊 你的粉絲 很有可能哦 敢不敢讓我看 這有什麼不敢的 隨便看 看就看 就算本姑娘名花有主了 那怎麼 那還能阻止別人暗戀我嗎 也開始自戀了 李記者 三年前 筆人被你在報上狠狠罵了一頓 從此臭名遠揚 生意一落千丈 最終不得不關門大吉 近來筆人痛定思痛 決定斗膽上門求見 還望李記者不吝刺教 再狠狠罵上筆人一次 李巡罵 都這麼寫了 李巡罵 他為什麼不直接寫李巡罵呢 這李巡罵 看來一定是化名吧 誒 這是誰啊 這三年前被你曝光過 肯定跟你結過亂啊 這些年來 我曝光過的花園壞是N多見 耿耿于懷都是海了去了 我哪知道他是誰啊 看這口氣來者不慎啊 沒事兒 我當記者那麼多年 收到的恐嚇信 接到的恐嚇電話 那都是家常便飯了 我這神經啊 早練成鋼筋了 誒 我誒你啊 還要認真對待 你千萬要小心 最好讓你家那個護花施舍 天天借你上學吧 他 誒 我跟你說啊 他現在一點都沒有當年的氣魄了 在家裏完全是個好好先生 好不上了 你認真對待啊 李記者 這什麼意思咱們是 來 還是你看看吧 從這個恐嚇信這個文字來看 這個化名李群馬這個人呢 起碼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這個人的文化水準較高 這是幾個古文嘛 第二呢就是心理變態 奶奶 這這這這我怎麼沒看出來啊 哎呀 小曼同志 請你相信你奶奶的專業水準好不好 我畢竟是在這個心理衛生課 當了一輩子這個護士長 什麼人沒見過 就這種叫李群馬的人 你看看啊 你讓他破產了 他相當恨你了 但是你看他利用這個詞句 你看啊 不吝賜教 不吝賜教啊 反的 相反的 完全是說假話的 他就是利用這些兵兵有禮的詞句 來表達他的深仇大恨 可是他心裏呢 非常陰暗 非常扭曲 奶奶 您說就這麼一個人 他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和措施 來報復三家李小曼呢 這個很難說呀 你就根據他這個心理狀態吧 非常扭曲 非常陰暗 破產了三年之久 積壓著這些積怨呢 他要行動起來 那非常激動 哎呀 哎呀 非常激動 哎呀我的天 那個什麼小曼 你趕緊地把這件事啊 彙報給你們報社的領導 讓你們報社吧 趕緊給你公款配備個保鏢啊 你說萬一發生了什麼事 那算工傷啊 你得享受什麼工費醫療啊 工費補貼啊 媽 你說什麼呢那是 怎麼了 我 我說錯什麼了 我沒說錯什麼 真的 這小曼這是為了公家的事得罪的人 他當然出了事就得算工傷了 行了行了別說了 別說了 大破嘴不會說話就別說了 什麼呀 說什麼大破嘴啊 這是什麼 媽 沒事 我們幹記者這個行業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全報社一百多個記者 那每天都有人受委屈 都會接到這個恐嚇性 哎 我們都已經見慣了啊 所以沒事 按您這麼說 那我們報社得給我們每人配個保鏢了 那 我看 咱們趕緊報警吧 報警 對 警方只要一接到報警 就會立馬安裝監視器 電子報警系統 派出多名資深的反恐精英 二十四小時的值班 精心的周密的 全方位的保護 優秀記者李小曼 錯 那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待遇 不是優秀記者李小曼的待遇 你們這兩個孩子都什麼時候 你們這 你們怎麼這還耍貧嘴啊這多 行了 媽 各位家長 現在情況很不明朗 報社不可能派一個專業的保鏢 來保護咱家李小曼 從今天開始 從現在開始 我將二十四小時 三百六十度的保護咱家李小曼通知的 出行安全 不行啊 不行啊 不行 堅決不行啊 這這就不行 這太危險了你知道嗎 真的你 不是 小曼 你聽我跟你說 我沒別的意思 我是說你看 伊勒這身子骨吧 他哪是戀家子 不是啊 你想想當年你媽拿著趕名帳 滿桌追的 把她腦子就 都打好幾個大包 李勋駡他哪是李勋駡的對手啊 媽 你也太瞧不起您這兒子了吧 您兒子不管怎麼說 在網上 那也是武林盟主的位置 那打個豹子 那底下跟一票小弟呢 他不就是個李勋駡嗎 那咱就是東方不敗 反正不管怎麼說 我是小曼的丈夫吧 我不保護她 誰保護她呀 我 真的 我保護她 我以後 媽 爸 那個誰以後小曼上下班 我負責接送 要真的發現什麼意外吧 我 小曼 你放心 我做你的那個人肉盾牌 真的 行行 還有我 我也去 你這麼話說 好虎架不住群狼呢 是不是 對對對 沒錯 媽 你們的好意我真的心領了 但是事情沒有你們想像那麼嚴重 現在是法治社會 不會出事兒的 沒事兒啊 我一高警惕 搞什麼 要不然這樣吧 小曼 你換個工作吧 真的 就這個工作 你女孩子做太危險了 對 沒事兒媽 打擾我掛了 我來重新給你找一個星星 我好黑 你說什麼呢 對 你不能亂說話 不能說這話 真的不能說這話 這幹什麼呢這是 我就不信了 我舒一樂 我他哥起始男人 我保護不了自己的老婆 老公 緊 來 我別提煉 你就把他當成李循馬 往這兒打 老婆 你稍微靠點邊 別讓我全封傷了你 沒事兒老公往這兒打 李循馬 讓你嘗中舒適鐵拳 老公 你保護我這份勇氣 真的非常可嘉 我非常感動 可是你的功夫啊 比李連結和真子丹 還是有那一點差距的 管不了那麼多 人這磨槍 不快也逛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這李循馬如果有來報復 那肯定會持戲的行動啊 你要跟他空手格鬥 那你肯定吃虧了 對 咱比拿傢伙 來 taxpayers 我試用雙節棍 嘿嘿 黑漫哎 喷嗇 嘿全部 雙節棍黩得黩 匡帝kt 我一會兒給學生 哎呀哎呀 我動不容 來 趕 dazu 一會兒 我也喜歡 我一會兒 我ところ Hier 我要 hai 我把 formul 要来借小妈下班啊 韦智呢 最近没看着韦智啊 她忙 她公司挺忙的 还好吧 还好 你呢 还好 都挺好 请问这儿是不是报社啊 对啊 那你们是报社的吧 是 你找谁 我给你打那个人 那个有个叫李小曼的记者 在几楼上班啊 找小曼 在五楼 你快去吧 她快下班了 谢谢啊 你等会儿 找李小曼是吧 什么事儿啊 有点事儿 有点小事儿 不是 你等会儿 这里边装的什么呀 没没 没什么 没什么 您贵姓啊 我姓李啊 李 李寻骂是吧 你咋知道我网名呢 我网名就叫李寻骂呀 你 真是你啊 我找你有点事儿 你先别走 在这儿等一会儿 跟你说点小事儿 好啊 好啊 好好好 爱玉 麻烦你转告小曼一声 你告诉她我爱她 就在她那夏天的 那个短裤的口袋里吧 有一张银行卡 上天有五千块钱 那是我当单身汉子的时候 背着我妈团的私房钱 你告诉她千万别生气 本来是情人节 又给她打算买项链用的 密码是她生日 李寻骂 你别浪费时间了 我拖着旅群吧 你赶紧转告小曼一声 好嘞 哎 你再给110和120 各打电话 我知道了 你认识我呀 你先别问我 我先问问你 三年前 是不是跟李记者 结过梁子 是啊 行了 行了 啊 咱名人不说暗话 是不是带了 悬崖勒马 为时不晚 不 不能交给你 我说你就别执迷不误了 啊 有我在这儿 我不可能让你见着李记者 哎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不让我见李记者 你回来 你回来 回来 我告诉你 啊 网送外号 东方不败 有李记者 哎 哎 你怎么敲我 你想干嘛 哎 你想干嘛 这事不跟你干什么 李记者 你别瞧我 走 快 抓住了 哎 抓住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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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是他 是不是他 拿着那大包 李老板 是我呀 李记者 哎 几年 安心放开 几年不见 你是找我干什么呀 哦 没事 站那儿 站那儿 坐在那儿说 李记者 那什么 三年前 您不是在报纸上 给我爆雷灰光吗 您骂得我骂得老厉害了 骂得我商店都关张了都 所以怀恨在心 是不是 不 你 起初吧 我是有那么点怀恨在心 可是后来我经过沉痛反思 我痛定思痛总结经验 我又开了个小工厂 我本来这工厂生意还挺红货的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这工人纷纷闹着要跳槽 我就从不透是怎么回事 所以 我这回又来麻烦您了 我希望您给我把把脉 再骂我一回 把我骂清醒了 好 李记者 我闲着 我不能白麻烦李记者 我呢 我就准备了一点小心意 我又怕人家看见说我是行贿 所以我就把他装得这个 误会 误会啊 你们这 不好意思啊 李老板 是我们神经过于敏感了 都是误会 李徐马同志 你这种改过自行态度非常好 咱们里边聊 好嘞 请 不好意思啊 谢谢 谢谢 都误会 辛苦了啊 好嘞 好嘞 走了 请啊 再见啊 好好好 好嘞 好嘞 请轻易靠在你的肩膀 微笑享受你深情目光 与你偕老是我的梦想 牵你的手迎接夕阳 就让美好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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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一牵一声走过来 趁起你送我的酒余色 请我不满周 吻你的手慢慢走 你说假因为有我才美 最迷留我烧菜的滋味 我喜欢你 给我每次惊喜 也最爱你 趁说的那一句 就让幸福慢慢来 时光一点一滴会成爱 好想陪你看花落花开 细数你头上的花白 就让美好慢慢来 岁月一牵一声走过来 趁起你送我的酒余色 请我不满周 请我满周 吻你的手慢慢走 告诉你我还在 幸福不是你 你答应 你 祝福